巨無霸海鮮大拼盤 你看那個沙 最大的一根尖峰石鎮 這個的話大家都說是來澳洲必買 朱莉愛基特 今日氣達人 我們今天來到南半球 我們現在人來 沒有本 墨爾本 轉機 今天的Final Destination 不是沒有本 我們要去一個世界上最孤獨的城市 那也就是在西澳的最大城市 Pers 博斯 Pers 它是一個有很多自然景觀 跟城市風光 會選擇Pers的最大原因就是 它有一個最最最著名的景點 那就是粉紅湖 那我們這次也參加了一個 KK Day的三日遊行程 那裡面就包括了許多 在博斯的一些著名景點 因為這些景點的距離都是比較遙遠的 所以我們就選擇跟當地的團 然後呢我們也會去到了這個最著名的粉紅湖 來博斯的第二大重點 我們要去博斯南方的一個城市 Rockin Pan 然後在那邊有一個 奇爾島 它是一個離本島很近的一個小島 我們會帶大家船出去看野生的海豚以及海獅 以上就是我們來博斯這一次的重點 那我們就準備打飛機前往Pers博斯 Let's go 終於來到了我們的 Final Destination Pers博斯 我們要去買一個當地的捷運卡 可以坐捷運 MRT也可以坐公車 它叫做Smart Rider 它的話要到那個Departure這邊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從Arrival這邊 再走過來Departure 買完就要去搭Dexi 然後回飯店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 今天下午的行程 好這裡你看它這邊有Smart Rider 所以它就是在Departure這邊很近的 然後它有賣書啊什麼的 然後可以打包心理 Smart Rider的話它是一張10塊錢的公本費 然後至少要出資4塊澳幣 然後我們算過了這幾天的單 還要大家的捷運跟公車 我們大概要出資35塊澳幣 可以給你一個Smart R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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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塊 35塊 Yes 各除了35塊 這樣是70 然後再加上兩個10塊的公本費 就是 90塊 然後它剛剛非常的好心 特別跟我們提醒說 這個確定我們要待幾天 因為它覺得我們除35塊有點多 因為它這個除資進去是沒辦法再Reform 就是沒辦法 你沒有用完再領出來 那我們有算過了 知道說我們這幾天會大概搭哪些站 哪些公車 火車之類的 OK 得到了 好 就長這樣子 那我們先去叫車 打車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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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然後這裡是有下車領 大概下車的喊 只是說他不一定每一站都有喊說 到哪一站 那我們就要隨時自己注意 然後我們住的位置也非常的好 走出來斜對腳就是施工車站 現在就是要前往在博斯市中心以外的一個 比較著名的景點叫做Fremantle 那我們去那邊吃我們的晚餐 然後順便那邊可以看日落 到了Fremantle 今天還要走一段距離才會到我們的餐廳 這個Fremantle它是一個海港旁邊的一個小城市 剛剛開店的這一區就覺得它非常有那個藝術氣氛 就是那個彩繪牆就是很街頭的風格 終於走到了從公車下來大概走個15分鐘 就來到了海港旁邊 那這間就是我們要來吃的海鮮餐廳 這邊都是主打炸海鮮 然後這間還可以看到美麗的海洋日落 走吧 巨無霸海鮮大拼盤 就是有我的第一隻澳洲龍蝦 兩條魚串還有醃這種魷魚角 看起來都超juicy超美味的 再來呢這六顆生蠔 還有這種虎蝦 色彩非常的鮮豔 超級豐盛的啦 喜歡熱愛海鮮的你 一定來到Fremantle這個海港 不要錯過了 除了喜歡吃生食海鮮以外 也是有一個必吃的美食 最多人點的就是這個炸魚薯條 也是炸海鮮系列啦 不要錯過囉 我們在Karis Cafe 在Fremantle這裡可以看著海景風光 來那邊看日落 順便來品嘗這個海鮮大餐 一上車就是得要先趕快突風曬 雖然說現在沒太陽的時候涼涼的 但是等一下呢開始突太陽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熱 待會我們會去一站一站的行程 我大致知道是哪些點 可是我不確定這三天的順序 是怎麼安排行程 導遊是高雄人 港雄的 而且它是評價非常好的 所以我才會指令 我們這一團好像剛剛停起來 只有15個人左右 那我們待會就一路往北 玩上去吧 那我們就第一站行程見囉 我們要慢慢地走上山 然後滑下來 你看那個山 努力往著 沙丘山滑的人 所以它對抗沙 還要對抗沙 妳還行嗎 我可以 下來了 被他襲擊了 你看 嘴裡都是沙 嘴巴眼睛閉起來 哇 一堆蒼蠅跟沙子 你只要停住 你看全身都是沙 然後蒼蠅就打 就是被沙吸澡耶 真的 那個打得很有感 對 然後蒼蠅也很煩 你看那個滑去跟沙 等一下你等這段蹦過去 不行我們待在這邊 一定是一直在這個 我要上去了 好 你應該是沙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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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過這一層 對 過這一層之後再來就沒什麼 快點 快點 好好玩喔 走吧 上去吧 再來再來 上天的位置 下來了就要上面了 好累 風沙超大 我覺得滑是好玩 但是爬上去太累了 而且這個沙很煩 沙跟蒼蠅都很煩 因為蒼蠅很多 因為蒼蠅很多 抱多 這邊的話 這是Lensley 白色沙球 然後爬會很累 因為你腳會一直斜進去 然後你還抱著這個很重的滑板 那個很蒼蠅 我的蒼蠅太多了吧 現在還要等到一下 好 好 全部的蒼蠅都跟上車 而且原本都沒有人說過 這裡也會這麼多蒼蠅 然後打的時候 就是今天是就有狼來的 所以 蒼蠅夏天全部衝出來 別太幸運了 我們待會要停 然後大家的加油站 再重新整理一下 第二站來到了博斯市區伊貝 兩百公里 車程兩小時的尖峰石鎮 位於南邦國家公園內的尖峰石鎮 最早行程於兩萬五至三萬年前 特殊的黃土沙漠景觀 與豐富物種 也讓它成為來西澳必保的景點之一 適合自行開車前來 每車只需要輸澳必的入場費喔 非常艱辛 我們現在要走去第二站 尖峰石鎮 蒼蠅還是很多 尖峰石鎮是蒼蠅大道 比達 這裡就是 尖峰石鎮 它是黃沙耶 差你這麼多 這裡原本都是沙丘 那樹長在上面 經過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之後 這個樹根跟這個沙石 貝殼裡面有貝殼 結合在一起 後來風吹吹吹 把這個細的沙吹走了 就把這個比較硬的石柱 就這樣子吹吹吹 把它給吹吹 看看我臉上的蒼蠅 你要一直揮才不會有蒼蠅 女生沒關係 可是我們男生轉頭髮 蒼蠅會一直在你那邊 很吵 最大的一根尖峰石鎮 好了 在這個尖峰石鎮 觀光局把它認定為西澳最著名的一個觀光指標 但是可惜我們今天就是真的是 今天剛好有熱浪來襲 所以非常的正 正點正點這都不是最煩 最煩的是這個蒼蠅 你看我的臉 你看這有個腳印 嗯 剛剛我有拍的 那個是耳苗的腳印 對 路上澳洲三大會出現的野生動物 其中一個就是耳苗 長得很像鴕鳥 但它不是鴕鳥 那呈現這個在這裡 西澳博斯的觀光住民景點 尖峰石鎮 把畫面給你們欣賞 那我們就趕快上車吧 中午我們來到了位於賽萬提斯小鎮 由Thompson家族所施帶經營的 Lobster Share龍蝦觀光工廠 漁夫們每天早上天還沒亮時就準備出海捕捉新鮮的龍蝦 帶回自工廠進行分類賽選 以及加工處理 並依照尺寸分為A到H的基因來做分類販售 在這邊可以聽導覽人員劇集點說 也可以自己抓起龍蝦玩耍 Lobster Share除了提供新鮮的龍蝦選購外 場內也有自己的餐廳可以品嘗到最新鮮的餵龍蝦 這間就是Lobster Share 在龍蝦工廠吃飽喝足後 下一站見 拜 那我們就回到這裡 是我們飯店的地方叫傑拉爾頓 西奧德除了波斯以外第二個上萬的城市 這一個城市有4萬人 現在來的是它這個IGA 是少數可以開到晚上10點的超市 聽說裡面賣的東西也蠻多種類的 那我們就去裡面準備儲糧 去看看這兩三天的東西 走吧 就跟一般生鮮超市一樣 那我們不用買生鮮啦 我們就是來可以調夜 零食點心水果 你看它的這個 紫洋蔥 真的又紫又大 一般我們看到紫洋蔥的小小顆的 然後你看這個香菇有夠大的 買了很多東西應該差不多也夠了 這樣花了30塊 對 而且記得喔 5塊錢是我的樂透 我們的超市體驗就到這邊 我們沒買什麼吃的零食啦 因為臨時我們剛剛在休息站有買一些 主要都是買喝的飲料 對 這個14號 我們今天的飯店 我們住這裡 而且我們住一樓 而且離餐點很近不遠 好 那我們就趕緊回房間休息吧 明天再繼續 明天要去看粉紅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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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一張你髒髒的可以躺 然後一張你其他早在躺就躺 我們現在又是來到了 開箱我們的零食點心食客 這一次來澳洲跟上一次美國一樣 其實找不太到要買什麼零食可以吃 那我們自己晚上的宵夜的話 我們就是隨便挑了幾包零食 有幾個是來澳洲也是必買的 比如說這一個 它裡面有五小包的包裝 這個的話大家都說是來澳洲必買的 它裡面的土琴好像就會做成一個小袋鼠 然後它的口味是雞汁口味的 它一長條裡面就是有這樣子五小包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 現在就來拆一包吃看看唄 它裡面有點像空氣包耶 就這樣而已 它每一隻的造型都長的是這樣子 袋鼠狀 它味道聞起來沒有很重 可是吃起來是鹹鹹的 而且它的脆度還蠻硬的喔 所以好吃也可以買門面再去買多一點 袋鼠米乾有夠Q的啦 會刷水的那一種 好接下來第二樣 要吃什麼呢 這個牌子的很像樂士在澳洲很常見 然後呢我昨天就隨便挑了一包 這個的話是要跟大家說 味道不油 我個人不喜歡這個味道 它的BBQ味道不能拿我們想像中的那個口味 你一開始吃你會味道上你會想像吃到BBQ 可是你吃的這個口味你會衝擊感很大 吃刷槌之後吧 你還是會繼續把它吃下去 如果你要買我覺得有其他更好的口味選擇 像它厚度是這樣子 比起很多洋芋片都還要厚 然後它是波浪造型的 按BBQ的口味就是因人而異啦 說不定有些人也喜歡這個口味 這個牌子叫Red Rock 它在澳洲的超市很常見 然後它也是有非常多種的口味選擇 這個口味是Honey Soy Chicken 我茶蠻多都有推薦這個口味 它感覺是蠻不是空氣包的 重量也蠻重的 喔它是好開耶 而且你看這一包是五分之三的餅乾 算是很佛系耶 這個的話它就比較像一般的洋芋片 它不是波浪的 貴貴的耶 我知道什麼感覺 就一定要自己吃烤雞 想像中也是吃到雞腿 但是你偏偏吃到的是烤雞裡面的雞胸肉的味道 嗯 彩彩的肉的味道 說不定有些人會喜歡 而且也會越吃越刷水 好就這樣就是這一包餅乾 在西奧博士有一個很特別的水果 這個水果是其他地方很常見 但是這個地方特別產出不一樣的 登登 黑蘋果 然後我們導遊說這個黑蘋果 是會越黑越大顆的 越甜 真的蠻甜的 然後它裡面的顏色跟一把蘋果一樣 可能如果裡面的肉是黑色 就真的是白雪公主的毒蘋果了 但真的是蠻好吃的 很juicy 接下來是我的 呱呱了 換錢的呱呱了 大獎是十萬喔 第一次來澳洲採捲豆腐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在超市 買的東西簡單的介紹一下 好的 大家晚安 就像這個月一樣 還是有一點 再分享一下 這一次